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包装盒的时候 你会看到啊 这里有四个刀片啊 这里刀片是啊 一号 二号 三号 四号 一号 二号 三号 四号 那么这个包装盒啊 包装盒的 包装盒的这个EVA棉拿开啊 这里还有一个刀片 这个是除边胶的啊 弯道 那么在下笔货的话 我会再设计另外一种啊 另外一种这个除边胶的 又可以除边胶 又可以勾那个芯片的 为了方便我们使用啊 到时候会会改啊 这里包装盒配还有一个砂纸啊 嫩砂纸1000号 啊 这是刀片 那么接下来这里还有一个下面还有打开啊 还有刀饼 这个刀饼 这个刀饼看起来就很普通 是吧 其实它是用特殊的材料啊 进口的紫光弹木 用进口紫光弹木做的啊 不倒月 防滑 不变形啊 轻巧等等很多优势 但是这个木刀饼 它的成本相当高啊 加工的工艺 加工的工艺也相当高 那么到时候 呢 那么一辑的竜本 Almosti Butta 可能 画一般的什杀 IDs 不仅办法 好啦 不是 那后 看看 画适当 marin 暗 现在 这个木刀饼它的成本价相当高 加工起来报费率也特别高 所以说为了这个技术的要求能达到咱们使用的要求 能够发挥到最大的极限 所以我发达了成本 来设计这个刀饼 用了时间好几个月的时间 经过测试各种环节的测试 那么这个木刀饼供的是M4压 它两边都可以统一使用 我经过测试可以达到几千次的送紧来回拧 它都不会划牙 就算划牙了之后 我们调过头来 把这个圆球拧出来 它一样可以继续使用 啊 装在这里 它是统一标准的啊 是吧 反正木刀饼的它的优点我就不再去描述了 它的优点确实很多啊 你那个其他的刀饼要么就很重 要么就倒月啊 倒月的时候用大炮啊 螺旋风啊 小枪的好 反正它的范围大的时候就会很烫手啊 不倒月的那种又容易变形啊 那收到这个刀片的时候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一号 二号 三号 四号 啊 那么这个就太熟悉了 我们知道是吧 这个不用介绍了啊 这个除变胶啊 除变胶 那么这个四号 四号是我们以前 一代二代三代的 有用过这款是不是很面熟啊 我把这里支住的话 是的 啊 以前设计的是两头肩的 现在我改一头肩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平时用的只用到一边啊 也要没给你们看的 所以是不是很容易了 私优先要不提供的水体 好吗 然后我们下飞的水体 对这里 就很少了 可是不出了 自行的水体 我们不敢放生了 你怎么看到